面粉不要总是蒸馒头包包子了 今天教你一个新的吃法 学会了全家人都会款式大厨 300克的面粉 一半用冷水和面 一半用开水和面 搅成面絮状后 下手揉成面团 再揉成长条 切成小剂子揉圆 准备半碗食用油 把面剂子裹上一层食用油 放入盆中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叫做菜 只想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 感谢大家的支持 把剩下的食用油倒进去 盖上保鲜膜醒一个小时 用油封住饧面 这样面团更有延展性 接着把五花肉切成小块 然后把五花肉冷水下锅焯水 加葱姜料酒 焯水后捞出 冲洗干净放入砂锅 加葱姜和干辣椒 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这个红烧料 做红烧肉 红烧排骨 红烧猪蹄 红烧鱼等很多菜都非常的好吃 接着往里面加入开水 冒过五花肉 盖盖小火慢炖一个小时 时间到了打开看一下 哇真的太香了 再撒上一点葱花和白芝麻 美味的红烧肉就做好了 做法简单又非常的好吃 真的太下饭了 面剂子醒好后按压下 落在一起擀薄 然后上锅蒸熟 蒸熟之后出锅 然后撕开 这样做的饼皮 柔软又劲到 放点生菜和红烧肉卷起来吃 真的太好吃 解馋了 洗完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